兄弟们好,今天来出租搬家,把东西都搬回去,不租了,今年下半年都没来过这里,自从土豆妹生三胎,以前租这里是为了小孩读书方便,读了个走读嘛,中午晚上吃饭比较方便。 现在我老爸回来了,估计明年也不会出去了,年纪也比较大了,不让他出去,就在家帮我接着小孩吧,感觉没必要租了,这里虽然租金不贵,一年一千四,但是它会涨水,下半年都会涨一到两次水,一点不方便,今天把东西都搬走,这不是刚好也在建房吗,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能 坐在那边去了,没必要租了,省下这些错块钱,今年的房租都没给房东,等他还过年回来了,再给他,这么多东西,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,等下土豆没有,我把我看到的去点一下,其他让他自己来,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,真不懂,这女人是吧,你叔叔的不好,等下慢一两句,我感觉没必要,让他来,他说搬哪里,我就搬哪里, 把电筒一下先,当初土豆妹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厕所,洗手间,比较大,好用,然后租到这里,我转了一圈,真的很多东西,这怎么搬呢,这个厨房,真的是无从下手,搬回家也麻烦,这么多东西, 我把那个重的搬了,小子,你去捡吧,我扛不住,不知道捡些什么东西,你说你说,租个房子,你买这么东西干什么,没什么东西,你去看一下,买时候就,买时候就不多,你搬家看都不多,有东西吗,租个房子简单的不行吗,可以死老鼠吗,这里死了一只老大老鼠,没发现呢, 搬家搬家,你看多少东西,这个冰箱四个点买,他要不要,卖了,卖了,卖给谁啊,放家里去,我的盆呢,我装了盆,你把他搬走了,我收拾过去了,你把盆拿过来,自己拿,这东西要搬走了,这不都扔的吧,扔你的,把你也扔走, 就我们一家三喊狗,四口人吃饭,你买这么多碗,干什么啊,这个我吃面条的啊,吃面条,你一个人买一个不香啊,是的,我一个,事前一个,萌萌一个,你看几个,你看里面几个碗,不是,他多给我发了一个,买一个送一的吧,我送了五个,就吃了,你看,你看,这盘子,一天也没接吵,炒不了三个菜,我就一个盆,我就弄,这个不要了,这个面条坏了,卖给大家吧,我都弄了,真的,坏了就不要了, 我的个妈,哎,打算卫生吧,肯定啊,你不住,你不得把卫生也要打扫好啊,你那里马上都不得了,好嘞,加油,明天吧,先把东西搬回去,明天,快有时间下午再打扫,是吧,有道理,楼上还有那个,楼子,先搬一楼,再搬二楼,再搬二楼,再搬一楼,再搬二楼,再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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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, 搬一楼,搬一楼,左下,右下,楼顶,话还没说完,来吵什么,楼顶,楼顶的那个是一架,他能让我找什么,骂你来不去,自己拉,还有这凳子,按楼,那就先拉这车回去,改正呢,按楼,其实就是这些,按楼就是一个准备的按楼的床,你怎么可能走到我前面呢,这个搬回来容易,放哪里, 哈? 东西啊 哈哈 好头大哦 来,先搬吧 搬,搬一下,要洗哦 组的妹 虽然厨艺差一点 但是赶紧加入来 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这不是吹牛的 喜喜帅帅 这个功夫比较了得 给你又拉这新家具 看上啥,拉啥 给你用 我不要,自己用 闺女 还没睡醒呢 你让我洗,我才不愿意洗呢 闺女哈 我带闺女 你不愿意洗? 不洗 我可以干苦力活,我可以搬 我可以扛 但是你要洗这些 那不行 你放学了 啊 哎呀,老头搞得这么帅的发型呢 老头快,赶紧洗一下 快,给你弄车家具来了 哈哈 哈哈 让他们去捣食哈 我就负责帮 追你 好了 都是你造的面 都是你买的 我这个锅锅 和它在家里的琴 我放面 我把这个面 一样 你看 我把这个面 我放到楼上 我把那边 我把那个旁边 我把这个面